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支付宝设立了买以会员机制 用户每笔消费 扩账 支付操作 都可以获得相应的积分 并对话对应的福利 不过 支付宝的一项福利 从9月1日 还是就要被取消了 此前 支付宝为了鼓励更多用户 使用花呗和线下买单 推出了花呗支付 门点买单双倍获积分的活动 用户每消费10元 即可获得一积分 但是 这项活动只持续到本月底 蚂蚁金服的官方微博今天表示 从9月1日开始 支付宝支付恢复到20元一积分 现在来看 支付宝蚂蚁积分可以兑换的物品还是相当多的 例如手机流量 优惑视频优惠券 免费提现额度的 有时候 对消费额度足够大的土豪来说 甚至可以用积分去换iPhone X 支付宝的积分制度 其实是一个相当巧妙的营销方式 它可以鼓励用户更频繁的使用支付宝 此外 蚂蚁积分对话的物品中 有很多都是阿里旗下的品牌提供的 例如鲜猫超市优惠券 饿了木的会员卡 优酷月度会员等 此前阿里推出的88元会员卡 其实也是一样的套路 88元会员卡几乎盘盖了所有阿里旗下的各类服务 性价比相当高 但阿里也为它设置了比较高的门槛 需要用户淘宝会员的淘气值 达到一定的数额 否则办理开通的金额就变成了888元 基本就没有开通的价值了 这样一来 达不到要求的用户就会尽量在淘宝天猫多消费 以达到可以开通88元会员卡的条件 阿里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在手机支付领域 支付宝的最大对手是微信 而微信支付得已迅速普及 并和支付宝分情抗理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社交优势 支付宝在聚集微信的过程中 采用的最主要的方式 还是奖励金 积分等形式 目前而言 支付宝的目的已经初步打倒 降低了支付宝积分活动的力度 也在情理之中 手机里无用 APP装太多 如果能有一个APP 能够集成各种常用工具就好了 小雷这里有个神奇的APP能顶40个 只需要到雷科技公众号对话框 回复 智能工具箱 即可获得这款APP即使用较成了